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Deepsec这个模型 怎么样在本地进行部署 首先这个模型在网页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上官方 在官方网页上可以找到这个入口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假如说你希望在本地进行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 怎么样去使用一个模型 这个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模型的下载 第二个是模型的使用 下载下来我们在哪用 这是两个问题 我们分别说 先来说这个模型的下载 模型的下载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Polama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它支持几乎所有的语言模型 它模型都能使用 那么这个工具是非常的棒的 这个呢大家点这个下载 官方这个网页呢 我会给大家放到那个视频下面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自己来下载 它支持全部平台 所有平台都支持 下载完之后呢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700多兆吧 745 我们可以安装一下 它这个安装呢 是直接装到C盘去了 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 把东西都放到C盘里面 所以我会把它转移到别的盘里面 同时呢 进行一个模型地址的一个设置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造的这个地址 找到它这个安装位置 我们来找到这个C盘里面 这个地址 然后在这儿 这里啊 它现在在装 稍等一下等它装完 好 我们这样的话就安装完毕了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把它剪切过来 把它贴到你想要的地方去啊 比如说我呢就把它放这儿了 是我之前已经贴过一次了 所以呢这个呢我就不往过贴了 给大家自己来处理这一步 所以这边呢我们把它删掉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它从C盘啊 把它搞到了D盘 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再设定一个模型的下载地址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那么还是会放到C盘里面去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 环境变量里面去设置一下 大家可以在这边自己打一个环境变量 在这儿 大家看这个下面有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呢是我之前设置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那么这边是没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我把它删掉啊 是没有的 然后呢点这个新键 在这个变量名这块呢 你输入这个支付串 大家可以照着我这个来 好这个下面这个变量指呢 就是你这个想把模型放到什么地方去 我这边有个空文件夹 我把这个删掉啊 这个是之前下载的模型 好我们把这个放到这儿 这样就可以了点确定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设定了这个 欧拉玛这个工具呢 它下载模型那个地址 然后点确定 这样就设置好了 然后呢我们来启动它 启动的话点这个启动啊 双击一下啊 这样就启动了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啊 输入一个cmd 铺出这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模型的下载 如果你输入这个欧拉玛这个命令啊 大家看这个 这个命令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所有支持的一些命令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这个模型在哪下载呢 在这儿啊 点这个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 Deepsec的这个 最近比较突出的这个模型 R1 当然如果你想别的模型 那也可以 这边可以搜索一下 大家看它支持很多的这个 Deepsec的模型 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下载这个 点一下 这里面呢有它这个普通的版本 大家看 非常的多 我们这边为了演示方便啊 我们就使用这个1.5B的 因为它最小 点一下 那么这边呢 有它的这个下载的命令 我复制下来 当然其他的也可以啊 7B的话 它的命令是这样的 它跟1.5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配置来选择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这样的 然后回车 它会自动开始下载这个 1.5B的这个R1的模型 这个我们需要等一下 稍等 好 现在下载完毕了啊 现在就可以对话了 比如说我们跟它说 你好 就问你说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这样的 它支持中文的啊 我刚才这个输入法出了一点问题 没问题啊 我们这个呢就下载下来了啊 在这边呢可以进行对话 但是这种界面呢 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它不方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个比较方便的使用界面 先把它关掉啊 然后呢我们这边需要一个地址 这边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用的 这样一个页面 可以翻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浏览器插件 浏览器插件 那么这个东西呢 呃 它支持的浏览器呢只有两种 只有这个 谷歌浏览器啊 以及这个火湖这个浏览器 呃 如果说大家使用的是这两款浏览器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插件啊 这个插件更方便一些 如果你不是这两个浏览器的话呢 不好意思那你就只能使用这个本地的一个界面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先说这个插件 这边可以点这个安装 这样添加至浏览器 以扩展程序 好这样添加好了 添加好了呢在这边 大家可以找到这个是吧 点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浪码本身已经在运行 所以它直接就说是运行 在这边呢选一下这个模型啊 这是我们刚才下载的1.5B 这样就可以直接对话了 你好对吧 然后呢请编写一个 它是小游戏啊 游戏 它现在开始编写了 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个工具的使用呢 这个大家自己去使用 这个咱们就不去细缩了 好这是第一种使用方法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谷歌浏览器 还有火狐浏览器的 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页面 这个工具呢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如果说呃不是这两个浏览器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个客户端的一个工具 在这儿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网页啊 自己下载 那么它也是支持这个windows平台 以及这个苹果这个平台 两个平台下载下来之后呢自己安装 装好之后呢打开 我这边在这儿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它也是比较简洁 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样的 然后呢点这边 那它支持这个许许多多的模型 比如说deepsec对吧 还有这个这些东西啊 gpt的基本都支持 也是非常方便的 假如说你使用是欧拉码 按照我们刚才的方式来的话 那么这边会有一个这个选项 直接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直接对话了 你好 还是同样的问题 编写一个 一个小游戏 小游戏我们换一个吧 有哪个小游戏还有 算了 想不起来啊 还是弹射射吧 还是弹射射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喜欢哪一个你就使用哪一个 因为这个re这个模型呢 它只是这个语言类的模型 所以说呢它在这个绘画方面啊 或者说你想让它试编图片了或者什么的 那个需要视觉模型 视觉模型的话 我们下一期吧 下一期就给大家说 怎么样去使用视觉模型 识别图片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一期的话 主要就是这个re这个模型啊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